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狡猾奸诈之人欺负 容易吃亏上当 但是那些看似聪明的人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 还是要被老天收拾 又因为老天本来就更加垂帘善良之人 所以整体上来看 善良 老实 憨厚的人才是最终大赢家 正如曾国藩明言所说 为天下知智成 能胜天下知智伪 为天下知智拙 能胜天下知智巧 真诚 终将要战胜虚伪 笨拙终将要战胜投机取巧 善良也是如此 善者天重 爱人者 仍恒爱之 敬人者 仍恒敬之 所以说我们只管善良 上天自有安排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善人多福 你身上若有善良的祥瑞特征 就要恭喜了 二 只管努力 上天自有安排 以经云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人应该效仿天体 生命不息 奋战不止 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来诠释最美人生 所以说我们只管勤奋努力 上天自有安排 富贵本无根 尽从秦里来 每个人的出身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有后天努力上进的机会 而且是无论何种朝代都是如此 就如鲁迅先生在《生命的路》中所写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 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 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苏秦早年落魄不堪 闭门苦读 只管努力 最后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杰出纵横家 韩信忍受胯下之辱 只管努力打拼 最后成为汉初三节之一 刘备早年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 只管努力 最后成了蜀汉开国皇帝 吕蒙正早年穷苦 在破窑中读书学习 最终考中状元后步步高升 三次登上相位 封为许国公 受太子太师 周元璋自由父母双亡 四处乞讨活命 但是他已经没有放弃 只管努力 最后逆袭成为了明朝开国皇帝 晚清明臣曾国藩的家境也很一般 世代为农 连去京城考试的费用 都是找亲戚族人借的 但是他终于在第三次考试时 考中进士改变命运 之后他的一生只管耕耘 莫问收获 最终便收获了 利功利德 利言三不朽功勋 所以说天道酬勤 老天最愿意帮助那些勤奋自强的人 当我们一心想要努力 做好某件事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为我们让路 如果你的身上 有勤奋努力的特征 就要恭喜了 因为这是多福的祥瑞 三只管谦虚 上天自有安排 为什么说谦虚的人会得到上天的更多福报呢 读一读老子的道德经 我们便会一目了然 老子说上山落水 水自认万物而不争名利 处于众人所不注意的地方 或者细微的地方 所以它是最接近道的 水有千下之德 所以它能够海纳百川 水滴成海 成为白骨之王 人若也能谦虚低调 也可以积累更多福分 变成人低成亡 天地虽能长久存在 是因为他们不为了自己的生存 而自然地运行着 聪明人欲视千退无争 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 也是同样的道理 《易经》中的牵挂讲道 天道亏盈而一迁 地道变盈而流迁 鬼神汉盈而伏迁 人道恶盈而耗迁 由此可见 天地鬼神人 都是喜欢谦虚 而厌恶交引 正所谓是满朝损 钱受益 我们若能早日无头这些大道 然后顺应道而行之 便可避灾尽福 正如老子道的经中谈道 功成身退天之道 把事情做得成功圆满了 就要谦虚 寒藏收敛 懂得极流永退 这才是更加符合自然规律的道理 纵观历史 许许多多的牛人 因为不懂得 谦虚低调做人 还居公自傲 最终不得善终的 比如说 文种自持功高 不听犯理的劝 最后被冤枉勾剑赐死 寒信鞠躬自傲 内心骄狂 不会学张良那样激流永退 最后被诛灭三竹等等 人生在世 谦虚谨慎 才是真正的基福之道 正如曾国藩 在家书中告诫家人所说 天地间为千锦 是在福之道 交则满 满则轻矣 谦虚的人身上自带祥锐 福气会越聚越多 多福之人只管善良 赏天自有安排 只管努力 赏天自有安排 只管谦虚 赏天自有安排 因为天又善人 天道仇行 天道一千 做人做事 懂得顺势而为 便可多积累福气 我们要想自身多福气 首先要使得自己身上具备 基福的特征 而以上总结的一个人身上 自带祥锐的三个特征 善良努力谦虚 你若有一个就要恭喜了 大家不妨自我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多福之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叔